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1月谈美国绿卡排期和申请策略 1月这个绿卡排期,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都已经公布了 那我们知道呢有这个表A和表B filing date和final action date 对于亲属移民,一般来说呢 移民局都是用filing date表B 对于职业移民呢不一定 那现在呢移民局在2024年1月 对于职业移民绿卡排期用的是filing date是表B 相对来说前进的幅度也比较大 现在呢对于EB1类别 这样的绿卡排期呢前进到了2023年的1月1号 对于EB2类别呢前进到了2020年的7月1号 对于EB3类别前进到了2021年的7月1号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Covid的疫情是2020年3月发生的 换句话说呢如果有的申请人不管是EB123类别 如果它在疫情发生以后开始绿卡申请 那么现在排期也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排到了 那人的记忆相对是比较短暂的 像这疫情原来发生的时候严重的时候 我有的美国邻居说我以后从今以后永远再也不和人握手了 那么也有的人觉得说以后几十年都要戴口罩 那现在一下呢这些也都过去了 我们在以前当时疫情期间我们写的文章也提到 疫情早晚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 我们看到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留学的人也比较少 然后呢绿卡申请的人也比较少 我们现在疫情过去那就有反弹有变化 另外呢同样前一段呢有的人危言耸听 有的说EB2EB3绿卡排期要等八年十年甚至永远没有尽头 那有的人就信了那就放弃了绿卡的申请 或者没有提交 那最近呢绿卡排期出现了比较大的前进 很多人就才感觉到有个兴趣 那这反正人性如此啊有的事情可能是难免的 但是呢大家至少有一定的这样的awareness 就想到不要太多的因为短期的波动而影响到自己的信息和自己的选择 比如说在一年前的时候2023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写过绿卡排期的分析 根据移民局公布的官方的数字 就预计呢都在四年左右或者四年多 今后一段时间估计还都要在相应的这个时间 那现在呢看到事实也就是这样 甚至有的时候比我们估计的四年还要短 这个原来好多人觉得说 我到美国哎呀这个办工作签证也没有机会了 办绿卡也没有机会呀等的太久啊 没有希望 有的时候这个不要接近就竭力要你丧失信心的人 要负能量 不要轻易被这种渲染的这个危言所听的这样的言论 导致这个丧失信心 然后关于H1B签证呢大家可能也听说美国移民局呢 说从今年2024年开始一个人只要抽签一次 这样的话呢预期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抽签抽中的几率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呢问到说我早申请NIW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个很简单我们在这里再重复强调说明一下 你早申请NIW取得140批准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你换工作可以不受影响 你可以保持较早的priority date 这个较早的队伍的位置 比如你过后又申请了EB1 那你还可以用较早的NIW的排期的优先日期 同时呢又按照EB1的这条队伍来排 这样的话呢等待的时间就比较多 如果你的140批准了 那你的H1B可以拿不止六年 可以一直延期下去 一直到拿到绿卡为止 还有呢那你的140批准了 如果说配偶拿H4签证 他还可以办理H4EAD 最近呢就有很多网上传的说 啊这个美国移民局允许拿F1签证的人申请绿卡了 这样这就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拿F1签证的人一直都可以申请绿卡 我自己在二十多年前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律所的若干的同事也都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你的F1就不能申请绿卡 最近移民局的政策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你提交绿卡申请 可以不影响在美国境内转身份 比如说从B2转成F1 或者在美国境外办理F1签证 这个我们此前也有别的视频讲过 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以及你办了移民申请以后 怎样再办理非移民签证 这方面的说明 那现在呢 移民局也有这样的澄清 更详细的讲到 所以呢 那有的留学生 也更感兴趣 说我在留学期间 我就可以办绿卡 不影响我的学生身份 不影响我的OPT 那当然你要办绿卡批准 需要一定的条件 我们也写过文章 讲的说真实案例 留学生留在美国取得绿卡的 十种途径 可以有雇主支持 也可以自己申请 可以办亲属移民 也可以办职业移民 或者投资移民 或者由父母 或者配偶来申请自己作为家属 这些都是可以的 排期呢 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变化 移民局呢 还是在出各种补丁 有利于大家办理绿卡 从美国政府来说 它也需要吸收更多优质的移民 你举一个例子 过去呢 我们上大学本科的时候 有的人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没拿过奖学金 这个美国的大学 凭什么发给我奖学金 听起来很不可信 那这是两回事 美国大学呢 他给的奖学金有的是TARA 他比如说 他要你帮助来教学 或者做研究 做这样的工作 一个人在不同的stage 不同的阶段 对吧 比如你小学阶段 很难完成的这一个任务 到了高中 可能很容易就完成了 所以呢 这另一意思是讲的 就是说 移民这个事情 并不是说这个单向的 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 他每年也都吸收 大量的移民 对于保持一个健康的人口结构 对于吸收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都是有很多帮助的 如果你不采取行动 对吧 那当然美国政府 不会专门说 我这个绿卡送到你门口 说请你收下吧 在分析了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以后 找到适合自己的途径 那么就可以申请 然后呢 像我们此前讲过 你也不一定要身在美国境内 在美国境外也可以 也不一定要已经有工作签证 学生签证或者访学的J签证 甚至B签证也都可以 不一定要有博士学位 还没有毕业 或者有这个硕士学位 像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就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以前 申请你卡得到批准 也不一定已经要有很多的论文引用 当然你可以要有部分 或者呢 有其他方面的专长 比如说艺术类 体育类 商业类 经营 管理等等 总体来说呢 2024年1月呢 这个利卡牌期形式 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牌期前进了很多 那我们也希望 能够继续保持这样好的势头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2024年1月 谈美国利卡牌期和申请策略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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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